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亲密关系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 情感的化学反应 爱情背后的科学 二 沟通的艺术 如何有效倾听与表达 三分手的五阶段 从否认到接受的情感之旅 那么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情感的化学反应 爱情背后的科学 当然 爱情这个古老而复杂的主题 自古以来就吸引了无数诗人 哲学家 艺术家 甚至是我们这些穿着白大褂的科学家 现在 让我们把那些缥缈的诗句 和浪漫的画作放在一边 戴上我们的安全眼镜 一起走进实验室 探索爱情背后的化学反应 首先 我们得承认 爱情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化学方程式 它更像是一场精心设计的化学实验 涉及多种化学物质和复杂的生物过程 在这场实验中 主要的化学物质包括多巴胺 去假身上腺素 血清素 催产素和内肥胎 多巴胺 这个让人欲罢不能的分子 是爱情实验中的首要催化剂 当你看到心仪的对象时 大脑中的多巴胺水平飙升 让你感到兴奋 快乐 甚至有点上瘾 这就像是实验室里的试管 突然冒出了彩色的泡泡 让人忍不住想要再加点试剂 看它会发生什么 接着是去假身上腺素 这个分子让你的心跳加速 脸颊发红 手心出汗 它就像是实验中 不小心加热过头的那瓶湿剂 让整个实验室的温度都升高了 血清素水平的下降 则会让人变得轻微的着迷和强迫 这就像是实验中的精确天平突然失灵 让你不断地去检查数据 确认一切都完美无缺 然后是催产素和内肥胎 这两种化学物质 在长期关系中扮演着关键角色 它们增强了彼此之间的信任和依恋 就像是实验室里那些经过时间考验 总是能够稳定反应的老旧设备 但是爱情的化学并不总是那么顺利 有时化学反应会失控 就像是实验室里的爆炸事故 留下的可能是痛苦的回忆和教训 而有时反应会随着时间逐渐减弱 就像是反应物逐渐耗尽 需要新的催化剂来激发新的活力 最后我们必须记住 尽管化学可以解释爱情的许多方面 但爱情的真正魔力远远超出了 试管和分子的范畴 它是人类经验中最神秘 最强大的力量之一 能够激发出最伟大的艺术 和最深刻的情感 所以下次当你感到心跳加速 脸颊发热时 不妨微笑一下 感谢那些在你体内忙碌的小分子 他们正是爱情这场复杂实验中的 不可或缺的参与者 但记得 化学只是开始 真正的爱情故事 还需要你自己去书写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沟通的艺术 如何有效倾听与表达 各位同学 朋友们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个 古老又时髦的话题 沟通的艺术 你可能会想 这有什么艺术可言 不就是我说你听 你说我听吗 哎呀 这就好比说画画 就是拿起画笔 在纸上胡乱一图 那达 芬奇的 蒙娜丽莎 岂不是白画了 首先 我们来谈谈有效倾听 有效倾听 并不是耳朵里进声音 然后自动出脑后 这就像是你去博物馆 对着每幅画都点头哈腰 然后出门就忘得一干二净 有效倾听 是一种积极的过程 它需要你的大脑参与进来 就像是你在欣赏一幅画时 不仅看到了颜色和线条 还感受到了画家的情感 和时代的气息 想要成为一个好的倾听者 你得做到三个步 不打断 不信不在焉 不急于回应 这就像是你在听一场交响乐 如果你一直在想着 中场休息要吃什么 那你可能就错过了 小提琴的独奏部分 接下来是表达 有效的表达 不仅仅是把话说出口 而是要确保你的信息 被正确理解 这就像是你在画一幅画 不仅要画得自己满意 还要让观众 能读懂你的意图 这需要你清晰 准确 有条理地表达自己的想法 并且适时地 使用非言语的沟通方式 比如肢体语言和面部表情 记住 有时候你的眉毛 可能比嘴巴说得更多 有趣的故事 哦 有的是 比如 有一次我在讲座中 提到了有效沟通 结果一位听众误听成了 爱情沟通 他后来跑来问我 如何在恋爱中沟通 我告诉他 其实原则是一样的 倾听对方 表达真实感受 不过别忘了 恋爱中 还得多加点浪漫和诚语 这位听众后来告诉我 他按照这个原则去做了 结果不仅沟通得更好了 连恋爱都修成正果了呢 总之 沟通的艺术就像是跳舞 需要双方的默契和步伐一致 你得学会 在倾听和表达之间找到平衡 就像是在画布上条和色彩一样 做到这些 你就能成为沟通的大师 无论是在学术会议上 还是在朋友聚会中 都能成为人群中 最闪亮的那颗星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分手的五阶段 从否认到接受的情感之旅 当然 爱情的终结 往往是一段情感过山车的开始 而分手的五阶段 否认 愤怒 讨价还价 抑郁和接受 则是这趟过山车的主要停靠站 让我们以一种 既专业又不是幽默的方式 探索这段情感之旅 星号星号第一阶段 否认 这不可能发生在我身上 星号星号 否认是我们心理防御机制的一部分 它帮助我们缓冲突如其来的情感打击 想象一下 你的另一半突然说出那句我们需要谈谈 而你的第一反应是 他们一定是在开玩笑 你可能会继续像平常一样 计划未来的假期 或者假装没有听到他们说分手的话 否认就像是情感的避风港 但遗憾的是 它并不是一个长久之计 星号星号第二阶段 愤怒 这都是你的错 星号星号 当否认的泡沫破灭时 愤怒就会冲上心头 这时 你可能会发现自己在责怪前人的一切 从他们的生活方式到他们对待宠物的方式 愤怒可以让人感觉到力量 因为它是对失去控制的一种反应 但是 就像火山爆发一样 愤怒可能会对周围的人造成情感灼伤 星号星号第三阶段 讨价还价 让我们再试试看吧 我会改变的 星号星号 讨价还价阶段是分手情感之旅中的 如果我能回到过去时刻 这时 你可能会尝试与前任或宇宙本身讨价还价 希望能够挽回这段关系 你可能会承诺改变自己的习惯 或者想出各种计划来证明你们还能重新在一起 不幸的是 这通常是徒劳的 因为时间机器还没有发明出来 星号星号第四阶段 抑郁 我再也找不到爱了 星号星号 当讨价还价失败 现实开始沉重地压在心头 抑郁阶段就会到来 这是分手过程中最艰难的部分 你可能会感到悲伤 孤独和绝望 你的沙发成了你的新朋友 而冰淇淋则成了你的灵魂伴侣 在这个阶段 重要的是要记得 就像所有的电视连续剧一样 这个阶段也会有结局 星号星号第五阶段 接受 我会没事的 星号星号 最终 接受的曙光会照进你的生活 这并不意味着你忘记了过去 而是你开始接受分手的现实 并准备向前看 你可能会开始重新安排你的书架 或者决定去健身房 而不是在沙发上读过另一个周末 接受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但它标志着新开始的可能性 在这段情感之旅中 重要的是要记得 每个人的分手经历都是独一无二的 而且没有固定的时间表 有些人可能会在愤怒阶段停留得更久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有些人可能会很快进入接受阶段 关键是要给自己时间和空间去处理情绪 并寻求支持和理解 所以 亲爱的观众们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你是否曾经经历过分手的五个阶段 你是如何走出情感低谷的呢 让我们一起分享心得和经验 相互支持和鼓励吧 记住 爱情可能是一场化学实验 沟通可能是一种艺术 分手可能是一段情感之旅 但最重要的是 我们都有能力去面对和克服生活中的挑战 谢谢大家收看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祝大家爱情甜蜜 沟通顺利 心情愉快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谢谢大家收看 谢谢大家收看